我們今天又要出去玩了 那Filly呢,又要再加購儲 然後這個是 可以WiFi的一個插座可以定時 然後可以手機耀控 我們出去就是把它弄上去 然後再加購儲 然後再加購儲 然後可以遙控 那這裡有手動的開關 可以開關 這個電 或者APP可以定時跟遙控 然後就是攝影機 小米的攝影機 然後拉線 拿一條線 這邊 這邊 這邊已經 擦不進去 只好要 從另外的插座 再拉一條線過來 這樣 然後等飛行車完 再給它 換個水 這樣 就要購儲兩天 要購儲兩天 再購儲一下 攝影機 再換一個 compared頭 你在找時候 知道我 author 要出門 要跑上來了 小跟喔 大招 天 perfectly 準備 走 台東的第一站 就是 看一下這比較多 安徽一站 結果下雨喔 選的日子真好 下雨天出門 出門遊玩 中午來拖線牧場吃烤雞 吃飽飯要結站 這個 拖線國際機場 就等一通 下雨天睡覺 下雨天出門 走 下雨天沒睡覺 下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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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若蕈 來池上騎腳踏車 現在正好沒有雨 可能等一下 希望不要下雨 結果我們一騎出來就下大雨 剛剛還翻雨 嗨 好 騎到這個 騎個車 不會開車的人在騎有點恐怖 歪來歪去 這這這這這這什麼歪去啊 我們雨中漫步 穿不上前面那一趟 這算是五天 開始就要走耶 好可怕喔 哈哈哈哈 你要這麼說嗎 換我休息啊 哈哈哈哈 我很認真喔 我很認真 這裡就是好山好水好風景 哦 他們車比較好耶 他們車有那個 軟車 對啊 哇 這裡好漂亮 這邊的有 對啊 這邊的比較好耶 這裡的 腳踏車感覺比較好 他還有那個遮雨棚 你看 我彎不過去 等一下 我們的都沒有耶 有一個什麼皮 可以 OMG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姊姊沒有骨頭 對啊 還可以滑走 可以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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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雨 沒有力量 游涼駕駕駛 喔 好可怕 輪胎 輪胎歪得 有點恐怖 不要 我會撞到 蛤 好強喔 不要不要不要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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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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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em au オ 我這樣騎一圈回去 我就可以開車了嗎 adalah 得 ainsi esta Alle Hat 我眼都肥猜了 為什麼要排櫃子這麼大 哪有 看我騎得這麼大 這是陸館 你看前面我們看這個輪子會歪才更恐怖耶 輪子是歪的耶 下來看一下 這邊的風景真的是很漂亮 這個道點很漂亮耶 很燙耶 對啊 快不起來 真的 很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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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啊 就會更漂亮 很漂亮耶 這裡就是波朗大道 比較長期波朗大道 哇 好多道 很香 以前不換貝 多鞋 都會跳兩邊都短了 拖鞋放太久都快掉兩邊都短了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拖鞋放太久都快掉兩邊都短了 就下雨了 是說毛毛雨也還好 就比較涼爽 這裡是金城武樹嗎 好像是齁 這也很難 本來聽說有島的然後就不起來 他們轉 身上隔 阿蘇都鎧躲躲 水車 水車 每次出來玩都下雨啊 今天等於是出來玩水 這就是什麼水車 我現在已經整個都濕掉了 沒水不能動 對啊 慈善地區 對啊 我們現在在大水車 但是呢現在沒有水 水不夠所以它不會動 我已經都濕掉了 你看 完全放行 你看 全身都濕了 突然下大雨了 那個叫什麼 垃圾帶雨衣 垃圾帶雨衣 太短了 對我來說 腳都包不住 所以就只好放緊 我的腳就只好都讓它吃了 嘿嘿嘿 沒辦法 環水精神啊 因為菲林現在也在水裡睡覺 所以我們也要噴著 在雨衣 在水裡 太晚撐雨傘整個都濕掉了 你看 我整個都濕掉了 這個 突然下大雨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好 隨便趕快撐 我們晚上住 納魯灣銀河行館 這是響應 現在的那個 旅遊補助 有一千多塊 不錯 對啊 那你有拿出來 吃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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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AA 可以 小吃便當 不厭 是 快可以 吃便當 你好 hos 這次出來晚兩天都下雨 小王子 準備離開飯店 然後就沒有下雨了 很好 現在風和日麗 風景很漂亮 我們來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逛一逛 這裏走下來 它跟左右兩邊的展場 它的建築物非常的高 在裏面 整個非常的舒服 很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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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這邊感受這個空間 很舒服 很濃烈 很濃烈 好像 鏡頭 好像不好呈現 實際上真的很高很大很空曠 很舒服 好 我們下來這邊 地上有一個很大的建築 往左邊 就是叫我們 從左邊這邊開始參觀 參觀方向 三萬年來台灣史前文化 三萬年來 應該是介紹整個台灣史 然後就開始 慢慢的參觀 這樣子 第二天中午 第二天中午 來榕樹 下次 冰台拔 還不錯 很便宜 我們來到北南遺址公園 這裡是 要從一個 考古現場 進去 這邊真的是 所有的 地方都很空曠 跟我們高雄市區差好多 來這邊 都蠻舒服的 好大一區 裡面是一個 祭祀 的地方 是叫做 月行石柱 然後來這邊呢 感覺最明顯的就是 它的空氣很清新 都有一個 花花草草的香味 很舒服 所以有空都可以來花東這邊做手 好 我們繞了一大圈 要準備回城了 這邊真的很大 下次有機會推展 康的皮革 嗯 超過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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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綁